沒有聊四季 天夜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葡萄牙對上酷曼 好 那我們稍微簡單帶過葡萄牙的特性 葡萄牙的人他的黃金 減免的費用非常非常多 但只有單位 他所有的單位是減免20% 直接所有單位打八折 所以你只要打那種高黃金的兵種 都是非常划算的 例如公兵啊 或者是騎士 或者是這個他的寶兵 風琴砲 都是非常划算的一個選擇 好 再來說一下他的特殊能力 可以蓋這個港王大商站 因為這個大商站是在地龍時代才可以蓋的東西 那只要蓋下去之後呢 每一個資源都會一直慢慢往上跳 那每一個樹子我是沒有去研究分析 但是還是會產生黃金跟石頭 那木頭跟木材 木頭跟石物的量會比較多一點 這兩邊突然打起來 兩邊這邊好像是庫曼拿到優勢喔 多了3滴血 好 那再來就是他的風琴砲 非常非常的猛 他是一個大散彈槍開槍的概念 那他的精英怪是這個火神槍 火藥單位的話可以讓他更準確喔 有點像是火槍版的彈道學喔 所以葡萄牙打火槍是非常厲害的 好 那我們來講庫曼 庫曼的話他算是一個比較可以打快攻跟開農的一個文明 他可以在封面時代蓋第二個TC喔 所以他比其他文明來說 比藥農的程度來說 他也不遑多讓喔 他在我心目中他是第二農的文明 我覺得第一農的是圍巾人 以打直層狀況來說 圍巾其實好像不會輸庫曼的樣子 我自己感覺阿 但實際上怎樣是不好說 那庫曼的話 馬舊呢 他的馬舊跟射箭廠都比較便宜喔 這個價格呢 只要75塊 75個木材喔 就可以蓋這個馬舊跟射箭廠 所以他在前期打快攻來說的時候呢 也算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因為造價都比較比別人便宜一點 而且他封建時代喔 還可以蓋衝車喔 封建時代就可以蓋衝車 可想而這個殺傷六度厲害阿 所以庫曼也算是一個快攻特化文明喔 但我有嘗試擋過 真的是蠻難擋的啦 因為你基本上要擋得住對手這種攻勢的話 你戰錨絕對是暗暴 然後還有這個洛馬也是暗暴 他衝車過來你的洛馬就要直接硬上 然後這個洛馬防禦一定要點 然後戰錨的攻擊一定要點 所以可想而知 要擋住庫曼這種快攻的話 就是真的一次要all in封建跟對手打 那只要對手衝車造出來 推不掉你 基本上就已半了 這裡應該會第一個木牆 他要直接推過來是不是 往下推 然後再推右邊 喔可以可以可以 好 這推路推得相當遠 然後兩邊都是打一個 比較基礎的開局喔 20匹 然後點這個 這支路 然後風電室再上去 欸欸欸欸 欸欸欸 全套扁死這支赤猴啦 哈哈哈哈 一鑽進來喔 直接集火 這個赤猴就硬生倒地了 好那這支路也終於虧了回來 好那稍微來看一下兩方地圖吧 目前庫曼的地圖看起來算是比較好圍一點的 那他這種圖的話 打這個雙TC會對他比較有利一點 只是這個TC要蓋在哪裡也是個問題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蓋TC的話 也是蓋在這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裡有木材跟黃金 那離第二個TC會比較近一點 雙TC防守也比較OK一點 那如果他真的是風劍打雙TC開局的話 那家裡就要圍死了 那圍死的話這邊也要圍一下 那這裡也死了 稍微一下 好那看一下葡萄牙 葡萄牙的人這邊黃金在裡面喔 算是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是打三棒棒 那由於他的圖沒有像庫曼這麼好圍一點點的感覺喔 事實上其實庫曼也圍得不太好了 因為庫曼他算是耗費大量人力喔 去圍這個木牆 所以也沒有嚴格說來說他是好地圖 是庫曼他自己本身圍得好 並不是他這張地圖圍得好 那葡萄牙這邊覺得自己地圖太爛了喔 選擇要打這個棒棒進攻喔 做一個騷擾 做騷擾的話可以爭取比較多的時間喔 那可以讓自己比較好圍一點 好那 葡萄牙這邊是優先點下這個裝甲步兵升級 還有這個 伐木一級喔 然後破門者是一點下一級伐木 跟一級龍條 那TC會開嗎 這個 確定喔TC是要開哪個位置喔 欸 蓋下了軍營 結果沒有要打TC啦 這邊看起來是要出這個軍營喔 然後打一個弱馬 但弱馬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時間點打弱馬會太慢了 這時候都說會打這個射箭長 反正他的射箭長很便宜嘛 弱馬跟射箭長 折一 即可 好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個裝甲步兵要何去何從 這個裝甲步兵 看起來要打的東西很困難 但是這裡有個開口喔 破門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要被入侵了嗎 欸這邊突然又往後走了 欸怎麼回事 呵呵 他 他 沒有去測試能不能走進去喔 哇尷尬 欸 結果打的是赤猴 那這個赤猴打得非常非常晚 可能沒辦法做到什麼事情 而且這邊 投資的成本可能會高一點喔 因為弱馬 是一個快速成型的東西 但是這個 並沒辦法造成很大的傷害喔 因為在這種 風箭中後期的時候 赤猴要打的東西非常困難 這個長槍兵 很容易戳到 然後赤猴成型 也比較昂貴一點 但是這邊好像只是赤猴 只是去探查而已啦 並沒有真的要來做一個 輸出喔 再只是來看一下他家在幹嘛 欸 好這邊小圍一下 然後把這個 遼忘塔蓋起來 那蓋起來之後 有劍塔在這邊 風琴 欸不是那個 葡萄牙看到直接往後撤喔 欸但是這邊圍的有點尷尬喔 這裡圍太多了 趕快把這個批掉 然後把這個洞補起來 結果沒時間補 然後這邊趕快補下自己的冰宮塔 但是這裡沒有圍 欸哎呀 直接門戶大開 尷尬了 沒有早點去圍這個地方喔 呃我覺得應該是 庫曼這邊是沒有意識到 這邊的木材是沒那麼多的 他以為那可是一人騙生略 所以導致這一波進來了 好來看看這邊操作 戰毛三隻 然後裝甲弓箭手 都在這裡 一個布弓 布弓加布丁的組合 但看起來啊 兩邊也不會打到什麼東西喔 來加速一下喔 這個 細節操作 是簡單的走A而已喔 但是 有出這個射箭場就沒問題了 因為射箭場的話 基本上就是萬克 雖然打這個裝甲布兵 傷害差了一點喔 但數量起來 打久了 這個戰毛還是能做到事情 結果庫曼這邊 由於出這個戰毛兵的關係喔 本來這個要素直成喔 結果導致現在經濟有點爆開了 這個庫曼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被大大的往後拉了一段時間喔 反正是這邊 菩薩亞出這個小弓跟 裝甲出到蠻多時間的 讓他這邊順利上個城堡時代 而且還有餘力出這個小弓 這順帶一條 菩薩亞算是一個蠻厲害的文明 因為他基本上要打什麼都可以喔 他有強弩 而且還可以打這個重裝騎士喔 而且工房都是全滿的 而且布兵也是喔 裝寶布兵也是 所以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弱點喔 弱點就是他沒有太大的經濟加成 就是經濟方面來說 可能會稍微落後一點點對手 但他的這個黃金費用單位所有減免喔 算是一個補陣 所以葡萄算是一個 需要一直用大量的黃金單位 去跟對手換經濟的文明玩法 所以盡量不要去出什麼肉麻阿 或是一些戳戳阿之類的 主要是你的 主要黃金單位成型之後 才要去考慮出這個戰矛阿 或是強弩 戰矛或是長龍兵的一個動作 基本上層出就是要 出大量的黃金兵喔 這都出他才會打得比較猛 那找到一機會之後 強軍士喔 然後開農 有機會就上帝龍時代 然後蓋這個港龍大三戰 這是第二種打法 好那這邊強弩 喔不是奴兵 奴兵數量只有八隻 但是騎士有五隻 那這邊騎士可能要趕快過來會合 欸這邊奴兵看到騎士對撞 這邊要直接後撤了嗎 欸結果庫曼還沒有印上喔 庫曼這裡沒有要打Ace喔 直接後撤了 他還得這個二級馬卡 但沒有掌握住這個奴兵的一個位置 這個六隻奴兵居然好好的活下來了 那家裡的話只是開下3TC喔 那開的位置還不錯 這邊庫曼也是開2TC要怎麼開農 欸結果這邊庫曼要選擇這邊偷偷射一下 哇普通人這邊已經殺到了四村啦 那普通人殺到四村的話 這邊村民術會拉的蠻開的喔 村民術花到差距十村了 好 想到這裡不過近戰開直 打起來了 但是這邊奴兵的數量不夠多喔 只收掉了一兩隻的騎士 那下面的話也是拉斯騎士過來 劫這邊的奴兵 哇 劫得非常easy啊 但是這邊庫曼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就是他花了非常多的肉量和黃金 去做一個抵抗 讓他前期的發展來說沒有那麼好 好那這邊也是開3TC 好那村民術開始持平了 持平這個狀況下就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要怎麼轉出大量的強力兵手 那庫曼看起來跟這個葡萄牙 或是打一個比較偏濃一點 應該要打一個強金石 所以不會有個大台戰跟決戰喔 我想應該也是帝王時代之後才會開打 因為還蠻明顯的喔 兩邊都是開龍然後兵沒有一直出喔 有一個斷兵的一個現象 那你們看這個騎士喔 也是出單馬就再出的喔 這邊變成三馬就了 所以他這個爆兵喔 並不會爆得太快 也有可能是庫曼這邊意識到 風箭時代有被騷擾到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打這麼兇 但事實上你 風箭時代被鬧到的時候 你層出真的是要賭一波 要去打一波 有騷擾到的話就賺了 沒騷擾到的話可能就 維持一晚了 就是真的 經濟被傷到的時候 你反而城堡時代 那一波要去搬回一層 才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騎士 看到村民還有城堡直接往回退 但這裡風起爆就算開始續了 好 那這邊大量騎士想要從左邊 攻堅進來 但是有點困難 好 那這邊家裡看著在圍 哎呀 大量的村民直接被抓包啊 不怕呀 這邊 這邊 村民有點稍微被反超了 但是帝王時代 葡萄牙是有優先的一個時間點的 那只剩下30秒就要完成了 帝王時代大概差距為2分鐘左右 好 那由於自己有時代優勢 這個殘寶慢慢往前推 殘寶慢慢往前推 殘寶慢慢往前推之後 就可以來出這個劇情投石機 好 來出這個抵抗 好 那風琴砲 非常大量了 好 那個數量很多啊 好 直接一個大法開槍 直接集火掉一隻騎士 然後再回頭開砲一下 騎士的量非常多 但是風琴砲的量也是不容小店 但是風琴砲很怕這種騎士高傷害的一個單位喔 然後攻速又快的一個狀況 但是其實也被換掉蠻多隻喔 風琴砲也是倒了蠻多台的 但是城堡 射這個騎士很痛 哇 這裡騎士大量都成形了 但是也確實拖到了一個時間點喔 讓庫曼這邊 損失蠻慘重的 而且要趕快找時間 點一下這個重裝跟遊俠的升級喔 而且這邊好像好像點一下這個私生率比較好 或是點個草藥血 去把這個騎士的血量拉起來 不然這個血量太慘了 要打第二波進攻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殺傷力 好 那這邊大量騎士進城堡裏面補血 不然這個血量真的太低了 好 但是對手庫曼已經開始 出巨型托斯基 開閘這邊城堡了 那這邊城堡開閘之後 庫曼可能要趕快趕上這個三級房跟三級的 攻喔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不然這個騎士會有點無力喔 重點是庫曼這個文明喔 算是跑速騎士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所以這邊可能要趕快轉出這個大量的遊俠 來打會比較好一點 但這邊明顯的是黃金有點問題 黃金量只剩下19喔 經濟上有點差喔 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個經濟沒有爆起來 所以大量的挖黃金的村民都跑到前線 蓋房子 蓋這個城堡 那他也沒出清查的情況下喔 那應該需要把大量的伐木工 去轉成挖黃金才對 好 那有些騎士出來 變身之後 還是有些殘血喔 好啊 那個秋刀月依舊沒有按這個升率喔 因為黃金實在太缺少了 檢攻起這個升率 但我覺得其實 馬國來說喔 自己一直沒有這個騎士去騷擾這個情況下 是非常吃虧的一件事情 欸一直用騎士跟對方打正面 然後對方使用一個比較 counter 兵種 例如騎兵啊 或是火槍單位啊 去打騎士的話 騎士會一直越來越下風的 好 那這邊三級馬鎧點好之後 馬上蓋一下陣地 這個大量的城門蓋出來呢 這個風騎爆直接開槍 大量的騎士一致排開被擊倒 但是風騎爆傷害非常非常猛猛 哇 這個傷害很強啊 騎士只能硬吃這些火藥啊 這個子彈吃好吃吧 好 但是兩邊的大量的巨頭 開始在做一個弓手交換房的概念 那這邊兩巨頭可能還不夠 三巨頭可能就沒問題了 OK 第三巨頭再好了 好 但是這邊葡萄牙由於 剛剛有另外兩台巨頭被拆掉 這邊只剩一台巨頭再拆 好 那這邊馬公騎兵直接被招走是什麼意思啊 呵 看來有一隻被爭吵 是不是被這個生女粉招回去了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奏莊騎士能不能升到遊俠呢 看來是沒辦法 再升這個輕騎兵升起了 還有升這個彈道血 這黃金依舊沒有血 哇 這個螞蟻過去 就被這個擠火給炮擠死了 這個畫面有點像這個末代武士裡那個畫面 有人知道末代武士嗎 有點老見 好 末代武士裡了 這個火藥打騎士喔 就是這個畫面 好 來看一下 哇 高打低的火藥單位 風情報傷害非常猛 那紅血報的數量是5點低 但這裡有幾兵喔 有幾兵的話 打騎士的數量都非常非常好 那騎士的數量直距的往下掉 數量只剩到23隻 那這邊大量的騎士 直接硬打這邊的風情報跟直兵 那這邊距離扣死機也可以拆了 看起來這一波城堡能守住 那守住黃金的庫曼來速的話 會相當出香了 因為只要有黃金的話 庫曼就還能打 但是庫曼還是有個問題喔 他並沒有火藥單位 那庫曼要出這個火炮來說 會比較好打這個風情報 風情報 真的是蠻難解決的 但是庫曼這種文明喔 就是沒有風情報 所以打他這個情況 我覺得可能要出那個草雲奇兵之類的 或是大落馬 直接硬打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現在不管出神喔 打這個風情報都很難打 可能直接出遊俠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真的要出遊俠的話 那這個野精喔 不要吃好吃嘛 那個野精 絕對不能錯過 但是 看起來喔 庫曼是黃金是有點缺席的 呃 不太啊 這邊則是黃金蠻多的狀況 好 那這個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大量的村民過來修 巨型頭子機 快要拆掉了 這邊大量的騎士 沒辦法硬吃疾病喔 疾病的傷害 非常非常的動 唉呀 這個騎士 看起來涼掉啦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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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打得下來嗎 有點困難 這邊只有兩台巨頭 通常都殺到三台巨頭 才能辦到 擊倒城堡 但這個有點困難了 應該是沒救了 應該是被修得回來 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這邊 扶他也是沒石頭 保安座的奶奶 還吃虎 好 但是庫曼轉出了大量的戰狼兵喔 那戰狼 打這個 騎士兵的效果就不錯 那我可以克制一下自己對自家肉馬的一個問題 好 存到了 750黃金 但是肉不夠點這個遊俠 那庫曼的戰狼有個問題喔 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導致 他的射程 會偏爛一點 好 那這邊 戰狼兵直接硬一點 彈刀學的戰狼 就是比較準 哇 看這個戰狼兵 被這個 戰狼兵 打這個擊兵的效果 還是很好的 頓是 是垃圾兵 還可以 白票 真相 但打這個風琴砲 就比較弱勢一點喔 因為風琴砲的單位設定 並不是工兵喔 所以戰狼打風琴砲是沒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終究喔 還是要靠這個肉馬 或是這個遊俠 去打這個風琴砲 或是投石車 但投石車跟風琴砲對打 可能會有點劣勢 不過沒有升級的情況下 風琴砲是會有點小小的一個射程優勢 所以這個射程稍升一下比較好 好 大人肉馬過來這邊做一個騷擾 那知道這些村民還不錯 效果拔群 但左邊這一塊經濟區也快要逼近了葡萄的領地喔 那就要來看一下葡萄要怎麼繼續進攻或騷擾了 那葡萄要這邊還有九千多斤肉還有七百多 黃金樹看起來 庫曼是多了一點點了 不是不是 喔 葡萄要這邊多了一點點了 講課講課 庫曼這邊真的是太慘了 黃金只剩下不到一百 這邊才意識到自己三級攻沒有點下 這邊點下 但是我是覺得這邊 這邊庫曼應該是要趕快趁對方幾兵全部被打完之後 這個趕快用騎兵去追他的風騎炮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讓這個風騎炮一直活下來的情況下 會很尷尬 這戰矛一直被這個大開槍也是個問題阿 好 大量的 裝裝騎士過來拆這邊建築物有點意義不明喔 趕快去繞後排比較實際點 好 摩子環也點下了 呃 還有這個鼓風快要升級好了 但是這邊幾兵直接硬戳到一點 誒 這邊可能要直接繞進去了嗎 這邊很緊張 但是沒有直接繞 結果還是要繞回來了 冒險炮看到這邊有大量的農民 在種田喔 繞了一些兵過來 來 結果這邊蓋城堡被抓包大量騎士 不能硬打 直接叫戰狼兵過來打就好了 哇 騎士要趕快拉走阿 這個不拉走的話 絕對是會血虧的 好 結果這時候葡萄斬出了火炮了 五天 火炮打戰狼也是很好用的 打騎士也可以喔 萬用 這時候終於點下這個工程器 工程師 那點一下這個之後呢 這個風型炮射程也會多一喔 那這個打擊能力就會更好一點 現在射程是7 好 點完之後 7加1的一個攻擊射程 那風型炮的威力 又再更上一層樓了 哇 這個騎兵很難受阿 好 大量戰狼過來來解這邊的疾兵 但是為什麼這個遊俠又往回貼 這個好像都沒有控的太好 是我就直接硬上這一坡了喔 這裡現在沒有疾兵的防禦阿 哎呀 但是庫曼沒有找到這個好時機進攻阿 好 這邊大量疾兵 跟戰狼兵我覺得可以直接上了 後面疾兵數量其實蠻少的 好 這邊打個大決戰 但是大量的騎兵已經倒下了 風型炮的閃勝能力實在太好了 哇 看起來風型炮還是略上一層喔 哇 這一波騎士 直接倒光 風型炮打騎兵的效果太好了 而且還有這個騎兵喔 騎兵說這個騎士效果也是超讚的 但是購買黃金間諜了 沒有人在挖黃金阿 反倒是不怕 這邊還有六千多黃金阿 哇 這邊是哪了一堆回扣是不是阿 所有的黃金兵總打八折 這個回扣哪好難買阿 直接存到兩千六阿 這個黃金庫存相當的豐厚 這個國庫不用擔憂了 有黃金好搞定 好 那黃金這麼多情況下 我看風型炮還是可以繼續出的 還有機會可以出這個重裝騎士 去解對方的一個戰毛兵 但我覺得沒必要 這個直接出狗炮來一起就可以了 然後大量的肉麻直接應聲倒地 被這個風型炮跟騎兵 直接被打爆一排的肉麻 我們推入這個重裝騎士 那庫曼看起來是涼涼啦 庫曼確實打這個火藥單位是不好打的 好 那個重點下大肉麻升級 但是其實我大肉麻 我覺得好像也圍死一萬阿 這個城堡也在步步推進阿 所以右邊這邊想要進攻 大概怕這邊圍牆都已經圍好了 那這邊開始再出這個馬舊 想要來進攻右側 那衝車也開始蓋 但正面看起來大肉麻還是有點難途徑的 這邊大肉麻 防禦實在比較低一點 攻擊力也比較差 就算這一波陣衝進去 風型炮感覺輕了一久 因為這邊是個窄口 而且這邊窄口的地方就是城堡了 城堡加上大肉麻 其實是不好解的阿 這個大肉麻直接被 瞬間倒地 你看這個血量掉很快 哇靠 瞬間倒光 風型炮很猛阿 這個打炮能力比我還 我是說 我是說 他這個打火 要的這個炮擊能力喔 實在是太強大了 人家是四管的 我只有一管阿 這個能力確實是不一樣 好 風型炮 傷害是有四八的這一招 所以我都會撐他四招 直接噴出四八 威力就不容小便了 看起來這個風型炮威力相當了十多 黃金量還有兩千多 浮滿這邊 終於用這個肉麻進行騷擾蛋 威力 並不是個問題阿 問題是家裡正面怎麼撿呢 這個騷擾 感覺也沒辦法騷擾到太多東西了 好 葡萄這邊終於意識到 這邊要給他三級攻了 塗一下這個疾兵的升級 讓這個疾兵喔 粗粗你更通一點 好 大量肉麻要再來嘗試做一個包夾動作 往這邊包起來 風型炮 還可以再往後拉 沒問題 但是由於這裡沒有疾兵的效果 所以這邊肉麻損失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但是火炮的傷害依舊很猛 很火炮喔 這個風型炮 哇 再度解掉大肉麻的一個突擊 我們來 第二波大肉麻又掛了 但是風型炮數量依舊保持在二十幾隻左右 好 自己的一些肉麻打到了葡萄一些村民 喔 殺的村民數量好像蠻多的喔 這個死傷人數節節攀升 雖然好像看起來稍微回答回來一點 但是酷棒的資源已經見底啦 村民數也來到七七村 葡萄還有一百多村喔 只能打出了GG 好 來看一下兩方的經濟吧 看起來這個完全是 文明勝利啊 葡萄這邊火藥文明太強勢了 那庫曼這邊喔 則是由於 經濟上出了一些蠻大的問題 黃金沒有挖太多 野進的部分被葡萄控制的更多一點 所以導致自己游侠點不出來 那要轉其他兵種也是蠻困難一點的 然後轉這個青茶或者是 頭車啊都有點困難啊 出頭車的話也不行 因為出頭車的話也會被葡萄的火炮給針對到 然後來看一下兩邊的科技發展 那這邊經濟發展兩邊都看起來差不多 該點都有點 但是二級農田喔 兩邊都是點得非常晚點的 所以經濟上來說感覺是沒有太大差距的 感覺這只是科技上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導致這邊庫曼被壓著打 那葡萄這邊也確實打不錯 用這個風情砲加上疾病的一個配合 讓對方的騎兵衝鋒都沒有做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那我每次衝到一半我騎兵就倒了一半 那真正能輸出的騎兵也只有一半而已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